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释到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恭请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音乐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安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圣贤教育 光照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建国军民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岸 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这里是幼童教学法 第六集 监督孩子 条条做道 请大家端身正义 恭请老师 声作授课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老师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 陈胡老先生的小学日程 那么这篇文章很短 是从圣学入门书中 摘选出来的 我们上一堂课是从入校之学开始 很多的同学 很多的同学 老师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余色宛容排在头一个 大家感受很多 你们有没有要发言的 可以讲 余色宛容呢 刚才老师讲到 说讲的是这个色男 我对这个体会是最深的老师 因为对于我来说老师 学习传统文化 特别是在校跟静方面 就是最难落实的就是色男 好像对于这个 比如说帮父母做一些事情 对老师关心呢 这些好像都很简单 但是在 但是 要想不给父母长辈脸色看 就很难 这就是现在年轻人 你们这代人特点 说不高兴 脸人就放下来了 从什么时候起养成的 小娃娃 一两岁 两三岁就开始这样 要不要管 从那个时候就要管 要不他怎么叫小学日程呢 你说这个话 我观察很久了 你做义工这么长时间 余色宛容 很难做到 不余色宛容 常常见到 你们这才知道 今天学传统化的人 都得要归零啊 从 从零开始学 为什么呢 小孩子课程 自己做不到 是不是 是的老师 我觉得老师 我确实是 从小就是这样的 就是从小 好像长辈啊 或者父母啊 就是批评自己 就不高兴 但是这个呢 就是父母也好 甚至我的姥姥姥爷也好 就是都没有认识到这个 好像不高兴了 再骂两句 孩子转身走了 走了就走了 都是这样的 所以 小学日程的开篇就讲 使 为师者 就是我这个 这个课本呢 是给那些做老师的人 依此教 拿这个对照来教孩子 二位子弟者 依此为学 拿这个当标准来学 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 手里没这个 那可不就瞎教吗 就不知道该怎么教吗 所以说课本 要有啊 你们大家知道 这个课本 是我们从四部书中选出来的 是不是啊 是 原来顺序不是这样 我们重排的 这就是基础 再有 这个书的编著 是在 1990年 没错吧 25年前 啊 25年前 25年来 谁知道这本书啊 没人讲 摆在面前 没人讲 就跟你讲的一样 我父母都不知道 他不可能知道 他没神通 他怎么能知道呢 没人讲啊 孩子怎么能教的好 我们今天看到年轻人 这么多毛病 不知道根源 今天一对照 明白了 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行 咱们就说这张脸 你看 小孩子从这张脸 就开始焦了 几岁 懂事就 就开始了 只要他敢给父母脸色看 敢不高兴 耍脾气 不是说孩子饿了 在那哭要饭吃 那不是那个意思 耍脾气 不给父母 不给父母 这个 这个 好脸色看 那就得教育他 教育他 从小教给他 嗯 对父母 余色宛容 宛是顺从的 谦卑恭敬的 这样的 哎 你敢这样给父母看 不余色宛容 就得收拾你 怎么收拾你呢 你看后边不写了吗 顺亲教令 教给你 让你干什么 命令你干什么 你必须得顺 不顺就是不孝 不孝 你就是错的 错的在这边 对的在这边 从小是非 就交给你 你们现在很多人 还给父母脸色看 都不知道这是大逆不道 都不知道这是大不小 没学过 这个标准从来没有人 跟我们讲过 连脸色 都有标准 像你这样的 读到这个小学课程 你说你们还是做班主任的 感慨很多吧 是老师 感慨很多 而且最关键的老师 就是进入学校之后 这种错误的价值观 就是越发的严重 特别是后来 因为都是追求这个个性的 那个性的就是越是那种独特的 好像越是跟大家不一样 越叛逆的 对 越是美的 所以经常我们有的时候在大学也是反对老师 所以我说一句话 我能够提出反对的意见 这是要鼓励的 所以小的时候没有学 再加上就是念书的时候 这种错误的价值观 现在就是很难能够把它纠正过来去 已经成习惯了 小学是错 家庭是错 到大学错上加错 老师鼓励 你看跟陈胡老先生所讲的 古者小学 教个什么呢 侍卿取有 后边什么 龙师敬掌 你们这都是贬低老师 是吧 欺负家长 都是大逆不道 所以你们 如果没学传统话 你们这一生要没灾难 还想成好人 有成就 那是做梦 为什么呢 违背伦理道德 老师 就是在您没讲这个小学生之前 我看到这个文章之后 我觉得这是什么呀 就觉得有点没头没尾的 而且他还是那种 这讲的 比如说余色宛容 后面就是不余色宛容 觉得这到底是 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 而且觉得 这有必要 这有必要吗 前面讲余色宛容 那肯定反过的就是不余色宛容了 干嘛后面还要把它写出来呀 就是不懂 后来听了老师讲了之后才知道 这是顺着小孩子那个天性去教 这是在教给他是与非 对 这里有大学位 有大门道 对 你不要小看 余色宛容 你做得到吗 做不到 做不到 有什么感受啊 快三十岁的人 明朝的孩子 叫这个 几岁 一岁 两岁 你们还敢说自己文明进步 也有的人会说 我干嘛让孩子学这个 你不学就算了 现在人都是 又不学呀 还挺横 还挺蛮横 还挺傲慢 我就不学 你不学就不学嘛 我就骂祖宗 我就看不起他们 人不怕人笑话 也行 现在很多人 你跟他没法讲道理 他不能够安定下来 好好来做做学问 他天天想荣华富贵 天天想吃喝而乐 最后都被收走了 不堪称其为 燕黄子孙 所以我们大家不能不懂 入教之学 从颜色开始 脸色 小孩子教他了 多具体 你怎么能说没有落脚点呢 没有下手处 太有了 所以你们以后教学 教幼儿园也好 就会教了 你们做老师 做家长 那就会教孩子了 从这开始 然后怎么样呢 他看看是会说话了 答应不能慢了 你看他有次第的 不会出声音 先从表情 会了出声音的时候 答应慢了都不行 这是恭敬心 然后开始会做事情 要顺着 要顺着 你看 叫消 顺 经 上次我们教到顺 我们接着 来往下看 下面一条 父做子力 父做子力呢 就是说父亲坐在那里 作为子女的呢 要视力在一旁 和他相反的呢 就是父力子做 父力子做 这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孩子 他还站不起来的时候 不行 他只要能站立了 他有点能倒个水了 能是拿个条住了 你就得交给他 交给他什么规矩呢 父做子力 那你说这有个座位 让孩子做 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们翻到第九页 古者小学 教人什么呢 撒扫 应律 进退 之节 这是头一句话 我们 用这个话 来解释 父做子力 就看明白了 父母 长辈 老师 坐在这里 你作为子女 作为学生 作为这个 晚辈 你也坐那 如果说 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是不是得站起来 就算是让你去坐 你是不是得站起来 是 这都不行 不行 恭敬心 恭敬心 恭敬心到这个地步 弟子规里边怎么教 章着坐 公 对 为什么 下句话是什么 章着坐 命乃坐 第二是什么 章着坐 命乃坐 对啊 就是啊 让你坐下 才坐下 不让你坐下 不敢坐下 为什么呢 你说这个屋子里边 父母坐这了 你一屁股也坐那了 这叫什么呢 平起平坐 把那个辈分就乱了 在古代 就这么重视 掌幼尊卑的理解 现在人很随便的 觉得这些东西 他就不能理解 至于的吗 至于 他不至于 他就不会写在上面 而且告诉我们 不孝是什么情况呢 你这儿子在这坐着 爸爸站着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同学们呢 平时养成一个好习惯 看到长辈在那站着 你没法坐下去 因为你受过这教育 你坐下去 有点什么事情 那就对长辈去伺候你呗 那你不成了姑奶奶了吗 这就是 这个生活习惯上的教育 掩耳鼻舌 身上的教育 你就站着 就不让他坐着 所以我有的时候 常常 这同学在那站着 你也别搭理他 为什么呢 让他老实了 让他规规矩矩了 这个老实 不能巴结这个学生 长辈不能够去 哄着这些晚辈 父母 不能去顺着这个孩子 这都错了 一定是怎么 一定是 像个长辈 像个老师 像个父母 所以我经常 在哪个地方坐着 边上那个同学 他不敢坐 他要是坐着的话 我就会把手里的事情放下 我就会看着他 我也不说话 我看着他 他一会儿 他就得站起来 我就会告诉他 长者 命乃坐 是吧 长者坐 命乃坐 这个长辈 坐在这个地方 告诉你 让你坐 你才可以 前一句话 就是长者力的时候 不可以 这就叫什么呢 这就叫心理的恭敬 表现在外边 他的身体 就是在那儿站着 你说你恭敬 那你身体得做出来 得反映出来 从几岁 两三岁就开始了 他会站着 这就叫什么呢 用他的身体 来约束他内心 我一直给大家讲 眼耳鼻说身 是不是啊 他跟什么相通 他跟自己 跟这个孩子这颗心 跟他自己这颗心 是相通的 坐在那里 就是无礼 就是散漫 站在那里 就是恭敬 就是孝顺 用身体来教他 你说他两三岁 他懂什么孝顺 成静 他不懂啊 身体站在那 慢慢他就懂了 一定要记得这个话 他嘴上说不出来 他不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他做的 跟理完全吻合 这就行了 这孩子不懂 就像你刚才说 小孩子懂什么 他是不懂 但是他所做的 完全符合道理 就行了 好懂吧 好懂 他符合什么道理 符合孝 符合静 这个要从小教啊 长大了 你让他站起来 他站不起来了 你出去干什么 你怎么不去 这就是当儿女的 今天跟父母说的话 我们继续啊 出故反面 出不故反不面 我们来看 注解四 翻到第十二页 出故反面 外出向父母禀告 回家后向父母赴命 说实在话 这些东西 就是孩子慢慢长大了 孩子慢慢会活动 会跑了 会打枪油了 哎 养成这个习惯 有个什么好处啊 实实处处 让他心里边念着父母 就是你们讲的 他不自私 他不是只想着自己 不要小看 这种行为习惯 不就出去吗 跟父母必须得当面来说 必须的 出不一股 反必面 一定回来 我回来了 为什么还加个面子 隔着老眼 跟那个 跟爸爸妈妈讲 说我回来了 行不行 不行 一定要见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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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跑这一趟 因为那小孩子 都生马蛋子 都是那个 瞎跑 瞎闹 瞎打的 你出去 回来 父母要先端详你 看看你有哪受伤 所以一定让他看到 所以你的笑心就在里边 那回来之后 帮帮帮帮帮回来 一看挺好 没事 他放心 你只是老眼 叫一声 那不行 他不放心 道理在这 出壁姑 反壁面 这里边都有 很深的道理在 一个孩子 从小 你看刚才不是讲 一个是撒扫 一个硬堆 还有一个进推 这就是进推 进到父母面前 推 离开 必须得有这些规矩 这些规矩的道理 他不见得懂 但是他所做的 都符合 天性 符合自性 符合人道 符合伦理道德 这就行了 他只要不违背 这就行了 违背的 你看看 出不顾 反不面 大家可能会问的 我就不余色宛容了 就轻招诺了 就不顺 轻教令了 就复利 子作了 出不顾 反不便 能怎么着 大家记住 这里边 我们看到 一个是是 一个是非 就是一个对 一个错 对吧 我告诉大家 我们要看清楚 这个书的本质 本质是什么 是的 要告诉你正确的 给你带来 吉祥平安 如果他不能带来 这个 何必要 明辨 是非呢 没这个必要 右边 飞的 不这个 不那个 这都是错的 你这样做 他会怎么样 他会给你带来 灾祸 凶灾祸患 这就是传统文化 为什么要学 从小要这么严格 给他写成书 传至万代 谁也不敢不学的原因 你说我不学 也行 那你分不清楚 是非 善恶 你把错的 当成对的 将来你不是有灾祸吗 你人生 怎么办 你这人生 可就痛苦了 这难道是你想要的吗 所以今天 凡是说 我不学也无所谓 别信这个 行 将来你有灾难 你对照这个书本 你就知道 全部是因为 把错的 当成对的了 把对的 对的都抛弃了 结果就在这儿 你谁都不要怨 我们早早就告诉 你不听 你不要 所以说 不是可学 可不学 是非善恶 没丑 至于 这几样东西 人生第一课 从小就得交给他 这是对的 那是错的 错的会给你带来灾祸 这还要讨论吗 现在人就糊涂到这个程度 也得讨论 你说怎么办 直接的说 左边幸福平安 右边凶灾祸患 听明白了吧 小时候就要告诉他 省了长大 说糊涂话 我们看到 一个是是 一个是非 就是一个对 一个错 对吧 这个不是 陈虎老先生定的 就这个对错标准 不是他定的 也不是孔老父子定的 更不是古圣先 先贤定的 这是天道 天道 被古圣先贤 发现了 春天播种 秋天一定能收获 你们千万不要 秋天播种 没饭吃 种不出粮食来 对吧 这个自然规律 被他们发现了 人道有人道的规律 五轮就是人道 父子有金 长幼有序 父父有别 这个规律 他发现了 发现了之后 记住 这是自然规律 就好像你说 这屋有张桌子 这不是你做的 这原来就有 对吧 你只不过告诉大家 这屋有张桌子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先承认 圣贤教育 不是圣贤发明的 一种教育 而是在圣贤之前 本来就有一个天理在 你们想想 你长着眼睛 长着鼻子 耳朵会听 舌头会长 身体会摸 心里会想 难道是孔老父子 教给你的吗 是不是与生俱来的 与生俱来的 它里边就有个规律 蜂蜜一定是甜的 对吧 水一定是无色无味的 这是自然规律 这不是谁让他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知道 孝顺 敬 爱 这是自然的 人性里本有的东西 你的孩子不孝顺你 你说无所谓 不孝顺你 违背自然规律 我们知道 一定会有灾祸 你如果现在看着没灾祸 长大了 亮面到质边就有灾祸了 小小的不孝 你可能觉得没什么 他地上撒泼打滚 我给他当孙子 好像没什么 长大了 他给你一刀啊 他长大了 不爱别人 他自私自利 盼着你早死 那是你想要的吗 那他怎么来的呢 就从不孝 这一点一滴来的 从自私自利 这一点一滴来的 所以人不知道孝 不知道静 他就会扭曲 他违背了自然规律 他就自然扭去了 扭曲之后呢 扭曲之后就有灾祸 不是可要可不要 所以今天大家 把这个课听到这 那我不这么教 行不行 不行 这实话真的不行 会有灾祸 你家的孩子会 不孝不敬 武力 将来会出大灾祸 这道理就好懂了 不是可有可无的 那我就对父母 不于受宛容了 那就不行 你将来会有罪受 只不过将来 受到这些灾难 大家跟着联系不起来 跟孝顺 恭敬 爱心 跟着联系不起来 根本的原因都在这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诸事不顺 引不孝 是真的 你不孝 你不敬 不仁不义 别人不敢跟你靠近 好事不会找你来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后边还有五句 我们再读一下 是亲寒暖 辅亲疾痛 不是亲寒暖 不辅疾痛 这就是弟子规里边 所讲的 妻有疾 要咸肠 对 是吧 为什么 大家注意啊 这里边说了四个字 一个是寒暖 一个是肌痛 大家注意 父子有亲呢 是天然的 一个小婴儿 你来到世间了 父母对你什么态度啊 你冷了热了 他时时要照顾你啊 不能让你热 不能让你冷 你要是有点疾病 那他还聊的 他拼命 他也得要救你 要帮你 那是什么使他 做到这一步呢 天性 哪个女子当了妈妈 男子做了父亲 他也不是说 谁交给我 他自然会爱这个孩子 这是天性使然 反过来 那反过来 父母 有寒冷 啊 有时热 有这些急痛 你要不要怪 父子有亲 从小让他保持 啊 你要告诉给他 这是他天性本有的 一定 一定 我们要记得 他本来就会 你还要交给他 他就能保持 一定记住 他不是不会 他会 你还要交给他 因为小孩 他是懵懂的 你一教他 他就会了 他自性里本有 要启发他一下 我们看 天下父子第一课 那五岁孩子 给妈妈那儿喂饭 然后妈妈哎呦 头发烧了 给他弄上那个毛巾什么 那就是交给他 交给他什么呢 父子有亲的本性 让他保持 哎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些东西 都是一家人 父母啊 最最关键的时候 冷了热了 有没有生病啊 总得让这孩子惦记着 从什么时候起 幼童的时候 就让他这样 这是保持他 良知啊 父子有亲 那个人性啊 最好的方法 很具体 我们学到现在 哪一条不具体 都具体 但是哪一条 这个具体的 都是善的 都直通他的自性 就是养他的孝心 孝心就是最伟大的爱心 啊 继续 为亲福劳 不为亲福劳 让他从小养成好习惯 为了双亲 为了长辈父母 亲人 能够服务劳动 这是让他养成习惯 而且通过福劳 能锻炼他的手脚能力 不是个小傻瓜 什么他都会做 哎 你看那五岁的小孩子 那为父母 他做的多好啊 为亲福劳 他做到了 这是什么呢 通过他的 这些劳动 就是掩耳鼻舌身 他要劳动啊 福劳 是不是掩耳鼻舌身 都要动啊 是 这种为亲福劳 就是大善 就是笑 他直通自己的内心 就是在掌养他的笑心 反过来 不为亲福劳 掩耳鼻舌身 都是懒惰的 都是自私自利的 他那个笑心就没有了 不笑的心就起来了 好懂吧 好懂 这么多条都是通过外边的五根来影响第六根 就是他自己的内心 那颗小心 来继续 敬亲战旅 不敬亲战旅 我们来看 注解五 翻到第十二页 战旅 旧时礼仪 五十岁老人 得福障 又古人入世 邪必脱于世外 但长者可以先入世 后脱邪 后来 遂以战旅为敬老之词 不止其人 已是敬意 我给大家放过那个录像 我老父亲要出门 我要 只要我在 我都会赶过去帮着提鞋 师父老人家在香港 快九十岁了 也是周围的人都帮着换鞋提鞋 为什么呢 敬老 恭敬心 我们大家看牵手观音那个像 牵手观音 它是表法的 一个身体 为什么有一千只手 就说明了 你的手非常勤快 你的手能力非常强 你们要是牵手观音 有一只手上拖着大饼 你唠的 是吧 有一只手上拿着条状 你扫的地 对吧 有一只手上拖着毛巾 父母累了 你擦脸 没错吧 这要举起来 那一千只手还少点 我这么一讲 大家懂了吧 牵手观音 每个孩子都要练 从小什么都会干 这叫什么呢 为亲父劳 敬亲 丈旅 他老了 就跟你小的时候一样啊 他腿脚不利索 他需要人照顾了 你的手就到了 所以牵手观音上 那个每一只手上 都有什么 都有一只眼睛 这表什么法呢 眼道 手道 眼道还不行 还有心道 总想着 我还有什么地方 做得不好 不周到 父母还需要什么 所以手上再画个心 表现在外边就是眼 六根 眼是个代表 是六根 就以这个态度 来照顾父母 长辈 入校之学 必修之课 成为小学日程 所以我们家长拿到这个书 谁肯发心教育童 就这么教 你在门口就站着 那个学生就都跑过来 蹭下蹿过来 给你把鞋准备好 给老师穿好 好样的 牵手观音 他又多了一手 就这么练他 在这念 为亲福老 敬亲丈旅 出门啊 他爸爸给他提鞋 管用吗 学这个有什么用啊 听懂没有 听懂了 要按照这个 在生活中啊 做得这样啊 你做这个 对着这个 对着这个来 是干这个用 所以他这篇文章 简而明 让我们好记忆 不用拿这本书对去 你时间长了 生活当中你就记得了 来来来 你过来 说说 哪错了 他自己知道 你不用拿书翻篇 让他对啊 所以说 既安而明 好学 就两页 教小孩子 就这么教 一定在生活当中 逐条的 简点他 做不好 就触发他 你说他讲道理 不好懂啊 对 这边是笑 这边是不笑 你就告诉他 这边是好孩子 这边是坏孩子 你想当哪一种 想不想当坏孩子 我想 跪着去 改不改 改 他就教好了 下次你一到门口 蹭 他跟小狗似的 就窜过去了 把鞋给你摆好了 你一出门 他把拖鞋 给你放在边上 规规矩矩 这孩子不就教出来了吗 标准就在这呢 从入校职学开始啊 这叫敬亲战略 这是举个小例子 妈妈在那盛饭 热锅你不能靠近啊 那小孩子太小 不能让他靠近厨房的热锅啊 他靠近不了 他做点力所能及的 擦桌子 哎 那小手在那擦桌子 擦得干干净净 把那碗 能拿的 他给端过来 这都叫敬亲战略 让父母少走两步啊 所以他是活的 他是个代表 我们不能说 只看成一件事情 好懂吧 好懂 还有两句 举足动容 不忘父母 毁伤其身 忘其父母 这个话呀 主要讲的是 做事情要谨慎 弟子归讲得很清楚 身有伤 以心有 哎 你不谨慎 你看你们这屋的 大学毕业 而且还是学校老师 没有养成谨慎的好习惯 在厨房 晕头脏脑 颠三倒四 这一转生 这一盆热水 扣他身上 举足动容呢 不忘父母 你想过没有 你这身体 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啊 你把身体 躺成这样 你父母什么心情 人 终归一句话 要孝 想到子上边有个老 这叫孝 爱那个字里 没有这个意思 孝这个字里有 你在下 父母在上 你们是一体的 一定技术是一体的 你疼他也疼 他比你还疼 这叫一体的 这叫孝 所以子 上面是个老 才称之为孝 上面没有老 只有自己 那就不孝 不孝 所以举足动容 不忘父母 什么时候叫 幼童 你拿着碗 开始定光了 跑过来 毁上其身 忘其父母 你这是不孝 不孝就是坏孩子 坏孩子将来有灾祸 给父母带来羞耻 我们家就不要你 让他从小受这种教育 从小他有家的概念 有父母长辈的概念 他怎么能不是好人呢 就像你们所讲 他怎么可能拿着菜刀上街砍人去呢 你让他去他都不去 跟他从小受的教育 这种观念 跟他的言行举止完全相反 他不可能做 后边还有一句 爱亲之爱 敬亲之敬 不爱亲爱 不敬亲敬 这是弟子规律里讲的 亲所好 立位居 不但亲所爱 亲所敬的 你也要尊敬 亲所好 立位居 我们做过一个节目 亲所悟 谨为居 我们也做过节目 一句话 跟父母同心同德 从一开始 他不会说话 大家 我们重温一下这堂课 入校之学 这小孩子 一压压 还不怎么会说话呢 先交给他 给父母好的脸色 父母看到你这样高兴 你总阴沉着脸的不行 从他不会说话 交给他 一直到他 亲所好立位居 亲所悟谨为居 交到这 这是入校之学 你们大家看看 幼儿教学法 幼儿童教学法 都已经交到这 我们五六十岁的人 还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没根 根本一点这基础都没有 所以 开篇不是讲了吗 也可以养正 用这个养正 而作为做圣之基 将来的孩子可以成圣成贤 不是一般什么读书人 举人 是圣人 基础都在这 陈护老先生的圣学入门书 第一堂课的第一节 叫入校之学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 有志于 有童教学的各位家长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反复的读 不要把它随便看过 这一条做到 这孩子改观都很大 关键是什么呢 你说就这么几句 我们这加起来也就是十二三句吧 在生活中 就这个入校之学 你先教他一年 死定着他 你就能把你的孩子教好了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一样 老师怎么教 就拿这个教他 你们大家想想 从余色宛容 到爱亲之爱 举足动容 不忘父母 为亲扶牢 敬亲战旅 所有这些 你们大家想想 哪一条不是在课堂之外 发生的 是不是 都是在家里 都是在课余 所以说真正好的学校 一定是在生活中教育孩子 那叫上课 不叫下课 下课程没人管了 家里边是24小时 除了睡觉以外 全是这个 盯着他 家长盯着他 你做到没有 家长本身 要先明理 知道这都是干什么 如果家长是马大哈 心里边也没这些东西 孩子犯错 明明在那 他都已经是个小畜生了 你还看不出来 挺好 这就是糊涂家长 他不明理 他自己也做不到 家长这些都要做到 才能够 看出来 自己孩子的问题 一眼就看出来 你为什么看不出来 心不清静 心浮气躁 不明理 自己做不到 这些都让你 班主任 你们也是 老师为什么看不出 学生毛病来 自己不明理 没做到 到门口了 学生根本就不来 给你换鞋 你还觉得挺好 提着鞋 就出去了 这叫什么老师 你怎么教的学生 往这一坐 学生不给你把碗放过来 不把筷子放过来 你怎么教的 学生往那一坐 你把碗筷给他准备 你给他盛饭 你那是教逆子 那是教混蛋 要把这些 通通都做到 孩子才能教好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下一次 我们要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不能细讲 要细讲 那每一条都太多了 我们只能串讲 其实现在也算比较详细了 下一堂课就出涕之学 我们下堂课继续 我们感恩老师 向老师行礼问讯 感恩老师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力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轻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轻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历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新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修学 公祝您六时吉祥 到夜早晨 阿弥陀佛